大家好,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每日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100集,我們終於到第100集了 好,第一,謝謝大家一直來的支持 我們從今年應該是5月底,大概開始做直播 然後今天總共做了第100集了 對,所以說謝謝大家一直來的支持 然後我希望透過這些直播呢,你真的有學到一些新的知識 然後我得到最新的新聞啊 然後呢,或是跟區塊相關的這種使用的方式 透過這直播學到新的東西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呢,也請訂閱我們YouTube 或是呢,繼續追蹤我們在Facebook上面 我們基本上每個禮拜至少會有1到5集的直播 好,第100集,第一件事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抽獎 所以今天呢,最後一集是你可以抽獎 那我們這次呢,會抽我們的Ledger冷錢包 對 好,然後呢 我在想呢,可能未來呢 就是每10集 或是每20集 應該是每10集吧 我們都會抽一個冷錢包出來 那我們現在還是送Ledger Nano 對,然後我覺得Ledger應該還是我覺得最好用的 那這是Ledger X 這是Ledger Nano S 不是X 因為X現在是用USB-C 然後呢 Nano S的話還是用USB 對 所以呢 只要你分享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你就會有一票 那我們怎麼算呢? 我們會從80集到100集 任何一個你分享的影片都算一票 然後我們會從中抽一個得獎得主 然後如果你有特別想要抽其他的 比如說台灣 有這個Cool Wallet 然後 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們也可以抽Cool Wallet 好 最後講完 那我們今天呢 最主要的呢 是要秀大家 一個新的產品 還有三個我覺得蠻有意思的新聞 第一個我們秀大家呢 是有一個新的產品叫做 Cebelier 我第一看到這個新聞是來自於Vitalic 他分享了這個功能 他基本上就講究說 他在2015年的時候就有提到 可以透過智能合約的方式呢 讓使用者可以慢慢的去支付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你每個月 比如說你這個月薪水是3萬台幣好 那 你可能要到月底才會發薪 或是隔月的月初 對 那透過Cebelier 他其實呢 是可以讓你每天你工作的時候呢 都可以拿到那部分薪水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工作30天 一個月是3萬好了 然後你每天是一千塊 那其實每分每秒呢 你都可以看到你的薪水 薪水欄這個3萬呢 可能從一塊兩塊十塊一百塊一千塊一萬塊 然後就可以任何一個時間 你可以把它提領出來 或是你可以設定什麼時間可以提領出來 對 然後他完全用這種一個管用 你待會來測試一下怎麼用 其實我剛在一個小時前的時候 已經有發 就是開了一個智能合約 然後呢 發一塊美金 然後分成十個小時來做發送了 對 然後第二個我們會講的新聞呢 就是Ripple 那 Ripple的CEO呢 就是 現在呢 又要raise一個Rounds 這次呢 他們要raise大概兩億美金 這是他們的Series C 對 那Ripple呢 本身 現在也是 是TOP3 market cap的 product 然後呢 看這張幕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說 Ripple has raised a whopping 200 million in Series C funding The round was led by an investment firm Tetragon 我participation from Japan's SBI holding at round66 Venture 那SBI就是SoftBand嘛 然後現在又有Round66 Venture 其實之前大家就有講說 SBI的一些partners 本身就是很Pro Ripple 他們非常喜歡Ripple 然後認為說Ripple是一個New Financial Tool 畢竟 Ripple呢 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比較貼向中心化金融的 它一直以來都不是強調去中心化 反而是以中心化 然後透過區塊鏈 設計它也不是完全的區塊鏈技術 但是呢 就是用這種分散式帳本的方式來解決 就是跨境支付和remittance 對 那 大部分喜歡去中心化金融 或是對 早期的比特幣支持者 本身並不是這麼支持Ripple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他說 With the fresh capital in place Ripple looks to boost the adoption of cryptocurrency XRP and its native blockchain network that's for our peer ledger Ripple also plans to hire new talents worth the investment to explain gold only 好 之前他講說 We are in a strong financial position to execute against our vision as others in the blockchain space have slowed their growth or even shut down We have accelerated our momentum and industry leadership throughout 2019 好 基本上 Brad Gallenhouse 就是Ripple的這個執行長CEO 然後基本上就講就是說 他們這一次募的這兩億美金 將會讓Ripple 成為 就是繼續成為這個 這行業裡面的領導者 那最主要就是 這兩億美金呢 其實 其他的這些 區塊鏈相關的這些project 這些項目呢 要不就是變得非常緩慢 或是呢 根本已經就是shut down 就完全結束了 但是呢 Ripple還是有辦法募到兩億 然後繼續衝刺了 其實這時候我們要回去思考一件事 大部分的區塊鏈相關 它本身就是一個 有點像新創一樣 所以任何的資金都是好的資金 因為呢 在一個新創產業裡面 如果你能募到錢 當然 能賺錢是最好 但是如果新創要跟新創之間 尤其新創產業競爭非常激烈 如果能募到資金呢 通常呢 都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嘛 但是我們也看到 WeWork 還有其他這些軟銀投資 超大型的新創呢 反而表現沒有很好 可是呢 如果我們回去 看單一個項目來看的話 他的募到資金 絕對是能在 就是這個行業裡面 成為就是 最終的這個 這個存活者 尤其在區塊鏈產業裡面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Ripple 他在這邊 我們用Crunchbase來看一下 大家如果不知道Crunchbase Crunchbase就是一個能追蹤 就是各種投資相關 就是一個公司 他募了多少錢 他通常會在Crunchbase上面可以看到 Crunchbase就是顯示 Ripple大概是募了 3億2千萬美金 然後總共有14個Rounds 他們最早開始是 2013年12月 對你看他Series C是Round 66 Venture 然後SBI 這都Series C的 我這個帳號沒有辦法看到全部 但是Pro帳號的話 就可以看到 基本上所有的相關資訊 我再把這個連結丟下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 然後呢 我很想知道大家的看法 就是說 Ripple現在做這次的募資 你覺得這合理嗎 然後再來一點就是說 Ripple現在的Valuation 真的是正常的嗎 就是他現在估值 會不會有點超高估 然後再來就是說 到底有多少人在用Ripple 我覺得這是一直以來大家最大的一個 就是討論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Ripple一直以來都是排名第三 甚至於在今年初的時候 曾經一度超越以太坊 但是比起以太坊 以太坊在各個角度上 使用度 還有被社群接受度 遠遠超過Ripple 那當然Ripple 沒辦法跟以太坊比 畢竟以太坊是一個智能合約平台 然後它比較是一個公共平台 就是大家都可以真的上去維持這個網路 然後呢 比起Ripple 基本上完全中心化的管理制度 那這方面 大家的看法是什麼 然後如果有什麼想法 可以把它放在留言處 好 那我們第二個新聞呢 要談就是 French regulator grants his first approval for initial coin offering 所以這新聞呢 基本上呢 在講究說 法國的這個 有點類似法國的SEC啊 他們叫做 French Financial Market Authority AMF啊 就是在10月19號的一個 Statement裡面呢 講說 他們 他們 就是 第一個 給予能做ICO的公司 對 記得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他們是 grants a first approval for initial coin offering 不代表這個項目一定會成功 很多人會誤認 就是覺得說 如果 某個政府的監管機構說 你可以做 這不等於成功 所以大家要記得這一點喔 就是說 很多 募資的新創 他們可以合法的募資 但是呢 它也不百分之百代表它成功 它只是代表說 他們做了 該做的這個Due Diligence 可能 可能這個創辦人 他們沒有任何的犯罪歷史啊 然後呢 他們要做的事情 也被監管機構就是檢查過 然後說可以 但是這不代表這個新創一定會成功 很多人會問我說 誒 就是 比如說 中央啊 或是什麼 這種SEC啊 或是這些 金融相關的監管單位說 誒 這項目 是合法可以募資的 那一定會成功 這錯 你想大部分 新創募資 基本上都要經過 一定的這種監管經過的 申請產經募資 比如說 Kickstarter或 ndgoogle上面的這些新創 但是有百分之九十一的失敗啊 他們呢 經過監管機構 只是代表說 他募的金額是正確的 比如 然後呢 是誰要募 這公司在哪成立 這些是他們要 他們要監管的部分 那其實 ICO也是一樣 你要做ICO募資 它就只是確認這些 如果你今天 都通過 然後你 你的CEO沒成功 你做的東西沒成功 還是一定會失敗 所以不要認為說 監管 合法監管 不代表成功 這我覺得最大的重點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一篇 這AMF 就是 基本上是法國的SEC 然後呢 這個項目 其實我 點進去看 我 沒有特別喜歡 我不知道 他 就是 第一 他網站好像沒有英文 他網站都中文 不 sorry 他的網站都法語 我們去一下他的 Twitter看一下 好 他Twitter就叫 ICOFrench What the heck The first ICO Cryptocurrency Fundraising platform Oh shoot 他有點像 他有點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美國的那個 那叫什麼 那個 美國有一個 也是類似這樣子的平台 也是專門發幣的 那個也是合法 那個叫什麼東西 Token List 是不是 我有點忘記 我查一下 是Token List嗎 不對 不是這個 美國也有一個很類似這樣子的 就是專門做 專門做 專門做 ICO的 但是他們就直接 他們 但是他們的上面基本上 規定每一個都是 通用貨幣 就是 不是通用貨幣 就是有債價 債券 就是他們都認為說是 Security 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的 Utility規定 對 所以他才能通過 就是 美國的SEC 管制 這要做什麼 我怎麼永遠忘記 我記得他背後是 我查一下 等我一秒鐘 好好想不起來 我怎麼記得 我怎麼記得 呃 我怎麼記得 呃 我找到了 Coin List 是Coin List Yeah 嗯 Coin List 就是跟著平台的類似 那Coin List 就是一個 比較算是一個 呃 受到監管 單位去 就是 他們本身也就只有幫助幾個項目 去進行募資 然後他需要 通過 很大幅度的 很大幅度的監管 對 然後 呃 基本上就是以 自己公司發行這種債券 概念很類似 好 然後這些項目基本上都一定要募很大的金額 因為 你要 你要透過這樣子的法律監管 你本身就需要一定的資金去 去 去抗衡 不然你竟然沒辦法 對 對 呃 呃 哦對 下一個新聞呢 是 那個 美國的這個IRS 就是 他們這個 徵稅的 這邊 它有一個 新的一個規定 在於 就是 Airdrop 就是空投 跟這個硬分差 那這個疫情呢 其實 在 呃 在 今年初的時候 就一直在被探討 那最一開始被探討 時候是 比特幣的那個 硬分差 呃 那時候比特幣的硬分差 出現了比特現金 呃 那比特現金呢 就 呃 馬上呢 你看比特現金現在排名第五名了 他雖然現在在196塊美金了 那他曾經呢 是 呃 好像在 曾經好像是在 3000 3000左右 三千六百塊美金左右 而且是 一分差 就 過大概 四個月就來到這個金額 那 那時候 就在討論 就是說呢 呃 因為很多 在美國呢 其實你擁有 比特幣 你基本上就是要付稅 有點像在買股票一樣 如果你透過 合法的平台購買 比如說 Coinbase 或是 Gemini 呃 這種的合法的交易平台 那 當時呢 因為你擁有比特幣 他們 Coinbase就會給你 硬分差出來的這個比特現金 有時候還會 過一段正的給你 但是呢 這有點像是免費得來的 那大家也知道 就是這種免費的東西呢 不管是股票 或現在以虛擬貨幣來講 都是需要 就是你 憑空得來就是要 需要付一定的 一定的稅 因為這是有點像是你的所得 對 所以呢 這篇新聞呢 他就在討論這個事情 然後呢 他就這樣講 Aid member of US House Representative have sent a letter to the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就是跟那個 revenue有關的 Asking for the agency to expand and clarify and its guidance around token airdrop and blockchain network force 那 那 這邊就 Airdrop 就有點像空投 就是空投嘛 然後 因為很多項目都會給空投 然後來吸引使用者 然後去 那空投 就也是免費 有點像免費的錢 對不對 如果你有賣掉的話 那這邊其實最大 在討論最重要的一點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那字 賣掉 因為呢 這套幣呢 他本身 就是浮動非常大 有時候你是 有時候你是 拿到了 然後呢 你根本不會拿去賣 然後呢 有時候你是拿到 你根本沒有地方可以賣 或是有時候你拿到的時候呢 他根本沒有任何的 就是 他的價格根本是假的 所謂講的例子就是說 很多交易所 很多交易所 尤其現在很多去中心化交易所 他的價格呢 是 差價超 差超多 如果大家注意很多在币安的 DAC上面 跟非币安DAC上 如果同時有這個項目的話 他在币安DAC上面的價格 通常會比他在其他地方來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币安是用BEP2 然後呢 其他地方通常是用ERC20 那兩個 兩個基本上不相容的 所以說 在币安這邊 他的價格就會 完全被币安使用者 抬高 然後呢你也沒辦法 丟到另外的地方買 基本上很難做到這種搬轉的動作 那 那很多這種價格 價格就會差很多 那這邊要探討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是Airdrop的話 怎麼樣 好 這邊就這樣 就提出三個問題 如果發生了 會不會有追溯期 就是如果你拿到 然後把它賣掉之類的 所以其實這都是一直來 大家在 嗯 就是 反正我覺得就是 國稅局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萬萬稅 就是 就是任何他能拿到稅的地方 他就是 他能賺錢的地方 他就是要去 就是要去給你課稅 所以說 我覺得FORG 其實說真的 就是我 我隨便抓一個錢包好 裡面就是 天天都收到一大堆有沒有的幣喔 然後有些還有一點價值 但是那也只是在 去中心化交易所上面的關係喔 所以說如果現在連空投都要付稅的話 你可以想像嗎 所以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就是說 你有沒有收到任何的空投幣 然後如果你有收到這個空投幣的話 如果明天國稅局跟你講 你這個空投幣要付稅的話 你會有什麼想法呢 然後還有硬分差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2014年就進來加密貨幣市場裡面 你一定擁有一些比特幣 你一定會得到比特幣的很多分差的幣 比如說比特現金 還有現在的BitcoinSV 那如果這些分差幣 你還需要去付稅的話呢 你會有什麼想法 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出場了 然後呢 國稅局跟你講 有這五年的追溯期 然後來跟你追溯這些 你這些 你的這些 所得的 稅的話 那你會怎麼想呢 把你的想法放在留言區 來告訴我說 你會怎麼想這事 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就是 這種東西 就是 幾年前大家根本不相信 不看好東西 然後現在 開始越來越多人相信 然後就要開始去追稅 我覺得很誇張 對 大概這裡 意味著就是說 政府機構開始 認真看一下這些 其實我覺得很諷刺一點就是說 川普 不是說 就是他覺得比特幣 就是根本不值錢 這什麼東西都不是 可是為什麼 美國國稅局 要去刻 就比特幣的稅呢 如果他不相信比特幣 他覺得這是一個虛假的東西 這是詐騙 那詐騙的東西本身就沒有什麼 就沒有任何的價值 為什麼要去刻稅呢 對 好 那我們今天最後的一個東西呢 就是 Sabler 那Sabler呢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產品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The protocol for real-time finance Payday don't make sense anymore Sign up below to have instant access to earning through a money protocol built on Ethereum 好 Sabler呢 這 這產品很特別 這產品其實呢 就是 你可以想像 嗯 你這個月的薪水 是不是要到年底才拿到 對 那如果說呢 你每個禮拜 都可以去領 你月底才拿到薪水 但是你是 領四分之一 或是二分之一 這樣子來算的話 那會不會 會不會解決你一些問題呢 比如說 可能你的薪水是月底 可是呢 你的房租是月中 或是呢 月初 然後呢 嗯 你需要 你的 你的房租可能是你薪水一半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 還沒拿到薪水之前的時候呢 先提撥一部分出來 因為你已經做了那一部分的工作 啊 Sabler呢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想法呢 最一開始呢 是Vitalik提出來的 他說呢 可以透過智能合約的方式呢 去來撥就是這個薪水 然後呢 設計可以透過智能合約的方式呢 來 呃 限一個時間點 然後呢 在特定的時間點呢 來去 發送這個薪水 比如說呢 你如果是一萬塊美金好了 或是一萬塊台幣 你可以把它分成十天來給 然後呢 每秒他都會計算 然後呢 比如說用台幣的穩定幣好了 然後他就是每一天你都可以拿 比如說如果是一萬塊 分十天的話一天一千塊好 他只要到二十四小時後 你就可以領一次 到二十四小時後 你就可以領一次 對 那基本上這也代表說你工作完成 那設計另外一種呢 他是會用像 UNISWAP的這個模式 大家還記得 我們在UNISWAP直播裡面的時候 有教大家就是說 當你在UNISWAP 創建自己的 呃 一個 那個 交易所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個代幣 這代幣代表你是這個 這個 Liquidity Provider的這個 呃 擁有者 你擁有百 比如說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分之十 同樣的概念呢 可以運用在 Celibler這邊支付薪水的方式 比如說呢 呃 這件事情完成後呢 你就會應得得到一個Token 那這個Token呢 就可以讓你提前去解放 你這個月的薪水 比如說你這個月有四件事情要完成 然後呢 你提前很快速的完成一件事情 然後呢 這時候主管呢 審查後 也確定你是有造實百分之百完成 那他就會給你這個代幣 這個代幣就可以直接讓你跟這個智能合約解鎖部分的薪水出來 那這就做到一件事情 他可能可以提高整體團隊的工作效益 再來呢 他可以 呃 減緩你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些混憂 比如說薪水啊 水電啊 呃 或是房租啊 或各種的 呃 信用卡支付啊這些 他可以提高更多的這個彈性 那這樣子可能 工作以外的事情就降低的壓力 那工作就可以提高效率了 所以Celibler他就是 呃 要做這件事情 那 呃 我已經提前就是呢 呃 開了一個智能合約 然後放了一塊美金進去 然後我就有設定一個時間 他其實非常簡單可以用 那 我們先來 我們先來重做一次 來教大家怎麼用 他非常簡單 那 他的合約都是可以 呃 都已經被就是 quant stamp和sterted 呃 這些專門去做這個智能合約審核公司審核過 但畢竟所有智能合約產品呢 他都是 測試階段 所以大家 呃 如果想要測試的話 如果你自己擁有一個公司 或是你有 呃 一個小的團隊 你想要來測試的話呢 呃 小額金額來測試是可以的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AV測試 來測試 這樣會不會提高工作效率 好 這邊大概就有Stream Money 我們就點下去 然後連結MetaMask Connect 好 他要連結到我們的錢包了 我們就點進去我們錢包 來看一下 好 隨便選一個地址好 這應該是我的地址吧 OK 酷 因為我們需要有個地址才能 才能發錢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選擇一些 他支援的代幣 我們現在 代好了 好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用什麼幣 好 等一下 喔 我們有200塊 我們什麼時候到底有200塊美金 我們怎麼什麼幣都沒有 好慘喔 我沒有Site 我有4塊錢 因為這個我要測試帳號 基本上我就只有放幾百塊在裡面而已 沒有 有放一些美金 嗯 好我們選Site 可以選Site嗎 酷 可以選Site 好我們選1塊錢 然後選地址 喔 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支持ENS 所以你可以打什麼 Vitalic.eth 那應該知道 就是我自己有在做這種 去中性化的域名系統 這就是去中性化的域名系統 好用的地方 你就不用打地址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打 有進去的話 你可以寄Ether給我 選Christopher.eth 還有MrBlock.tw.eth 好 繼續 我們剛剛那個地址在這 然後填好地址 你就可以選時間喔 那這就是回去 智能合約撰寫的地方 很簡單 就直接幫你用好 我們選 10分鐘嗎 10分鐘合理嗎 應該可以吧 1分鐘 欸等一下 我剛剛不曉得為什麼想 The payment will be 0.002 side per second and the stream will end 好注意看喔 如果給1塊的話呢 每秒會收到0.02 side Side聽起來好像大便齁 如果你他在自動版計算 好我們先試一塊錢 然後 呃 開始 Oh my god 對啊 我用最快的 36秒內完成 我們付GAS的費用 都比 這個薪水的費用 還要 還要來得 高 差不多 大概 算16%吧 欸 怎麼又有個費用要付 什麼鬼東西 好我們付了兩筆費用 好先讓他跑一下 回去看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 我在開這直播之前 就已經先做了測試 所以你可以看到 然後 我應該要收到好像是 好像是1塊錢 然後呢 我這邊應該會出現 就是 0.5了 對 那就是 我每秒他都在跑 然後呢 我還有4天11個小時 反正我 第一次測試的時候 寫的天數實在太長了 然後呢 他就會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然後我最後可以拿到 5顆袋 這樣子 我是測試5塊錢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他想像說 今天你這個月 做了多少事情 或是你薪水快要 比如說已經10天 第二天 這邊就只用天數來算 你就可以直接 領取你部分 的薪水出來 然後你就不用等到 就是時間到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領出來 等一下 你看我抓了 我已經 我已經先領了一部分 就要領了0.5塊錢 對 然後你可以看一些 detail 還有些他裡面的數字 看一下 他跑得超慢的 其實他這個 他這個 Machine抓的速度 不是很快 OK 這是我的earning 哎呦 他就跳出來了 回去dashboard 喔沒有 等一下 這應該設定對了 這是10個小時 他剛剛那個數字根本跑錯 我不曉得為什麼他跑4天 是10個小時 然後是一個die 所以呢 1小時是 0.1 所以我現在已經跑了20% 你可以看到 明天的 早上5點50分 結束 對 然後照理說 我現在應該已經跑了 20% 對 我想我只要寫4天 這個 這個寫的方式是錯的 對 他應該有一些bug 他寫說 Deposit5塊 這也很怪 我沒有Deposit5塊 我有Deposit5塊嗎 My God 12個小時前 蛤 這不是我帳號 這是誰的帳號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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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看起來好像也是我正好 好不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有多了5塊錢 好 回去講這重點 所以這個APP其實蠻好玩的 它就是呢 嗯 它就是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來去 嗯 給薪水 那我覺得這個想法真的蠻酷的 就是呢 因為其實 如果你有在區塊鏈 區塊鏈就打賺一陣子 你就知道就是說 其實 懂加密貨幣的工程師啊 其實 蠻願意接收加密貨幣的 然後呢 其實你透過這個方式的話呢 它就是可以 時間到的話 領取一部分的錢 然後 設置於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知道做一個網站 通常你會有不同的Milestone 或是你做一個項目 也會有不同的里程碑 每到一個里程碑 它就可以拿到一個代幣 一個代幣就要換取 這部分的錢 那它就不用再去付這些手續費 大家知道就是 像我最近有一個網站 就是請了一個國外的工程師做 然後呢 它就沒有辦法 它就不手轉帳 因為那金額也很大 但是它就想要用PayPal 那你知道PayPal呢 記比如說 一千塊美金 居然要付四十塊美金的手續費 雖然 四十塊美金 不到一% 在這裡面 欸不對 四十塊美金有到 一千 一百 有 四% 所以說 它其實超高的 就是 透過PayPal 就要付四%的手續費了 然後四十塊可以做很多事情 如果我今天是用 帶去支付它一千塊美金的話 我根本不用去付這些費用 那因為這個Project有分五個里程碑 那總共是五千塊美金 每一個里程碑都是一千塊美金 那 它其實可以完全用透過這個方式 來換它的這個Token 那就更簡單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 其實那個 用帶來支付的話 其實真的相對容易非常多 然後我不懂 就是 為什麼 我覺得這其實是 還是一個adoption的問題 當 帶或是這些穩定幣 或是像 所有貨幣 整體的 整體的這個adoption起來 它真的是 更容易更 尤其是在這些小額 不算小額 但就是一千塊兩千塊美金的這種 跨境支付的時候 你真的會發現 用帶 如果你可以 說服 收的人 願意收的話 尤其這支穩定幣 它本身沒有浮動 那其實雙方都可以 減去 一定的手續費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裡 我希望大家 今天有學到新的東西 然後 這是第一百金 所以呢 只要你分享今天這個直播 你就可以 有一票 然後呢 能抽這個冷錢包 我們以後 每十集 都會抽 某種東西 不管是冷錢包或幣 然後呢 大家如果覺得 今天有學到新的東西 希望你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 好 謝謝大家一直在來支持 掰掰